最近台湾一辆挤满了乘客的公共汽车上 有一名男乘客向女乘客伸出了咸猪手 连续猥亵了两名女乘客 其中一名女子更是被吓得失声痛哭 这时候车上有一名勇敢的正义姐站了出来 一大早公交车上挤满乘客 不过就在这时突然传出尖叫声 大家一时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这是一名正义乘客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指认 原来这位戴眼镜的男子被指控做出猥亵动作 通过视频回放可以看到 男子上车后明明还有空位 却硬要站在这名女学生后方 紧紧贴在背后 途中无论是转弯还是刹车 男子都紧挨着女孩 就连女孩换位置 甚至转身警告都不为所动 随后司机将车停在路边 警方上车调查 这才知道男子其实是位厨师 面对警方询问 男子还想狡辩 愤怒的市民当场指认 你这手很伸张诶 自己抱紧啊 对对对对